看柯兰必知的50大知识点 柯兰更新了这么久以来 里面的科学知识你确定都知道吗 柯兰百大知识点我们接着走起 满分100你能拿多少分 1.柯兰里最有钱的并非林木财团 而是九场BOSS乌丸连夜期下的乌丸集团 有座亲手说柯兰在和日本最有势力的家族做斗争 官方也给出乌丸集团综合势力高于林木财团 2.柯兰的世界里就过了半年时间 柯兰也只是从一年级上半学期升到下半学期 如果不按照这个设定的话 那祖先的时间线基本就混乱了 最开始的柯兰其实是有时间依据的 但后来随着按键越来越多干脆就放弃了这一设定 3.林木园子并非是独生女 园子是家里的二小姐姐姐叫做林木林子 4.新姻和小兰是在幼稚园认识的 他们所在的班级叫做樱花班 5.柯兰里吃药变小的有三个人 分别是柯兰徽原以及赤金玛丽 前两者变成的是小学生 而后者变成的是初中生 其余服用过A药的人都已经死亡 6.吃锦休衣一加以三个性 分别是吃锦 吃粮 雨田 7.吃锦休衣老爸叫吃锦误武 17年前来美国调查雨田后三而失踪 而休衣到美国留学后最后入职FBI的原因 则是为了调查老爸的踪迹 8.名侦探突然的动画类型为子龙像恋爱喜剧 9.辉原在正片里只编搭过两次 一次在与黑衣组织的重逢 编搭是为了从烟囱逃跑 另一次是在逼近会员的秘密黑衣 便大是为了救侦探团一行人 10.安石头最初的设定就是酒厂成员 但后来人气过高外加帅气的外表 青山还是将他转黑为红 11.贝尔摩德和中坦有希子的原型为同一人 都为鲁邦三世里的风仆二子 中坦有希子是他的善良面 贝尔摩德则是他的邪恶面 12.酒厂研发的是一种能逆转时光的药物 但并非让人起死回生的梦幻药物 更不是想要让人烦恼还童这种效果 13.A1的全身叫做Apoptox 是细胞自然死亡和毒素的结合 他的前身为灰原父母研发的银色子弹 14.A1的一种解药为中国酒老白肝 除了第一次外得在感冒状态下 喝下老白肝才能变大 灰原也一直在利用老白肝制作解药 但最终的产品依旧只能维持变到24小时 15.最初博士发现叛逃的灰原并非巧合 而是灰原知道中腾心已经变小 便来到新一家门口寻求帮助 16.巨伤版道今年到黑铁的鱼翼已经出了26步 除了2020年因为疫情延期过一次 中间每年都会上映一步 17.怪盗基德一般只会在业界行动 因为他要将偷大的宝石拿到幽装下界定 如果不是潘多拉之类便会奉还 18.基德的住室线和突然的住室线不会重合 因为名侦探突然是走的科学路线 而魔术快抖走的魔法路线 19.背影里的大腿上现在还有一道伤疤 那是曾经小五郎作为刑警时对他开枪造成的 目的就是让他失去行动能力限制歹徒 而这个误解直到十年后 柯兰重现当时的场面才解开 20.小五郎对柯兰和新一的态度是一样的 都会叫他们两个臭小子而不是名字 所以也疑似大叔知道柯兰身份 21.九场BOSS五万年夜在半个世纪前 就是年过百岁的大夫 作用移动用纯黄金打造的黄昏别管 柯兰里最大的伏笔也就是这个篇章 被召集的名侦探 22.柯兰和小兰一家都是在地单中学上的学 曾经分音领和中谈有希子还同台参加地单中组竞选 但因小五郎关键一票丢失而不欢而散 其实按照大叔的情商 这多半就是他故意为之 23.中谈有希子和幽作是因为工作而走到一起 当时幽作的推力小说被拍成电视剧 而有希子则作为女一号出演 24.APTH4869中的4869用罗马音的读法来读 和夏洛特福尔摩斯的夏洛特同音 25.柯兰里案件经常会映射主线线索 比如明明很普通的一件案子 但里面的一些手法之类的就会同中要组线案件重合 还有就是很多不经意的小设计也是新山特意为之 并非随意画出来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 作者还真就想了这么多 26.柯兰的麻醉针是环保可回收材料 之前一次射在小兰裤子上还想着拿回来 结果被当成了变态处理 27.柯兰讨厌吃葡萄 因为青山就讨厌吃葡萄 28.灰云爱的偶像是毕罗大版队的笔护龙幼 她的手机挂肩也认识她 29.小兰其实也被麻醉过 一次是新一一次是灰云 第一次是在剧场版迷宫的十字路口 快要变小之际被迫麻醉小兰 第二次是在真正想知道的是 新一被小兰缠着脱不了身 灰云走在身后帮她麻醉了小兰 30.柯兰漫画原创案件几乎不会同一案件两个犯人 因为青山觉得这很容易就能卡bug 导致推理一点都不严谨 31.动画原创角色并非不能写击漫画 最典型的角色就是高木设 从动画路人变成了如今仅是第一个 32.柯兰目前有三部番外 分别是警察学校片 林德日常犯人犯则先生 多者都不是青山但是由他来兼审 33.柯兰是英识但却拥有着绝对英感 34.小五郎会将平日里 飞银里的出庭记录保留着 而飞银里也会将小五郎的报道剪下来 35.郎母虽然身份实锤是邪天兼责 但柯兰的视角并没有发现任何端倪 只是觉得她对自己的事挺好奇的 36.林姆原子这个角色最开始就是 但后来发现她家的钱才能给柯兰提供诸多场地 特别是在剧场版中 青山便将她画成了常驻角色 多不其然后来的诸多场地都是由林姆家提供 37.小五郎的变身器编号为59号 其实柯兰每次变身前都会去调节变身器 有时候还会不小心变错人 38.小兰并非一直有拉着尖刘海 在动画里也曾出现过她没有脚的场景 39.柯兰和吉德曾经一起睡过觉 40.九场在半个世纪前就经着手进行药物炎制计划 41.朗姆的左眼之上是由于17年前与田浩斯案造成的 42.弱霞刘美是少有的直奔柯兰而来的角色 在来到柯兰班吉任拓前就发现了柯兰不对劲 手里还握有A要名单 43.宗藤新意的理想是成为平成年代的福尔摩斯 但如今日本已经进入了另一何年代 44.继德一家都是怪盗 老爸是第一代怪盗继德 老妈是怪盗淑女 就连管家也一直冒用继德名义行动 45.之所以柯兰剧场版这些年都是大场面 是因为曾经走推理路线票房很低 46.林木次郎其实原子伯父 同时也是林木财团的顾问 实际上就是没啥试作的闲值 47.大刚红叶家和林木家实力很接近 被称为西部林木原子 48.柯兰的进度更新漫是因为受剧场版限制 因为柯兰剧场版一般会计划当年以及后面几年的故事 漫画更新过快的话会导致和剧场版脱节 说白了就是商业化路线更重要 49.柯兰的形象青山就用了五分钟就想好 其实也挺正常 你去看看青山那些漫画 基本上一眼都知道是他画的 50.刺醒修一窝底时期朋友机会抓捕琴酒 结果对有卡梅龙失误导致行动被探窜 结果对有卡梅龙失误导致行动被看穿 修一身份也因此暴露 50.刺醒修一窝底时期朋友机会抓捕琴酒